字幕作词 李宗盛 www.nlousin.com 字幕作词 李宗盛 等我久迟这几个月了 我在楼梁又露啤的样子 可怕为我先放假 但你要说一下 你不要一开始就已经讲了 也很圓地說一下 又說自己可以過一些很舒適的生活 不是舒適的,就是不要被消費主吵醒 首先說一下,一聽這些消費主的廢話 就已經知道這些是左婆 這些是左婆 那是跟我說不對的 這裡有條線 那邊是左婆 左婆我喜歡 左翼人士 見本MyRadio,由馬祖黎,劉翁,聲勢醫生,城市再談 人民力量 各位朋友,人民力量回來第二節 在我右邊這位就是陳雲老師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在上一節我們就講了一些 陳雲老師在德國的情況 還有講了過去那20年 香港所謂的民主運動 或者是社會運動的情況 那剛才講到呢 老師就是說 剛才我看回香港過去的民主派 所謂的社會運動三部曲 是不是 其實到最近都是這樣的 最近都是這樣的 你在德國這麼久 你在德國也都參與過別人的一些工作 香港這些所謂 社會或者政治工作三部曲 這些手段 和外面的情況 比如如果我們住在德國那時候觀察到 如果是溫和的要求 比如說要增加某些汽車路 或者泊車位 就這樣帶一些公民 帶一些橫額去坐下 或者在議會開會之前試一下威 讓議員把論題帶回到議會 如果是激烈的 比如說反戰的 比如當年 布殊總統攻打伊拉克 因為要救阿富汗那次 那次的反戰那次就激烈很多 那次一開波 就已經是所有人 都帶著那些巴勒斯坦人的格子布 然後就衝鋒 然後警察就扔出來彈 整個廣場就在這裡打 然後一些 一方面都打 另一方面 為了停止運兵的火車 由北邊到南邊 就是到法蘭克福克的軍事基地 那些學生就把那些手推的鐵車 就是那些行李的鐵車 全部都推到路軌裡 鎖了半天的火車 但是當時所有的民眾都拍手掌 但是這個是一些政治團體 有組織的行動 有組織的行動 就是社會民主黨 就是當年 就是大黨的 社會民主黨是大黨來的 當年是 當年還沒執政 當年還沒執政 但是當年是最大反對黨 其實是一個主要的政黨 就是不是好像散兵游泳 不是好像香港九十後那些 就是一個大黨的帶領的抗爭運動 有一些左翼的學生帶領 其實是社會民主派的外圍組織 就是地方性的組織 但是那個行動就是 一開始就很激烈 還有他預料是拘捕 通常都不會拘捕的 通常警察都是勾幾下 就是放人 但是作為一個政黨 用這些所謂 香港人視為激烈的手段去做 他們背後的理念 和他們想透過這些手段 想達到什麼目的呢 目的就是不妥協 不妥協不合作 和抗爭到底 即使是會失敗的 即使是會失敗的 譬如那次的反戰運動 明知道 盟軍 或者是北大西洋軍事組織 即NATO已經答應了 緩兵 已經是沒有辦法的 但即使是沒有辦法也好 都要來一次激烈的阻截 其他的就是反核運動 那些都是很激烈的 直至最近你就知道反核運動成功了 當日本的核電廠爆了 德國就立刻開始全面禁止 興建核電廠 以及不止在20年至30年 全部都停止了那些核電廠 你看到過去好像 完全沒有辦法成功的東西 譬如反核那些 居然會在某一種社會氣氛 或者是科學的繁盛之後 是會成功的 你還沒看到持續那種不妥協的抗爭 就是很少數人的不妥協的抗爭 是會最終成功的 如果他之前是沒有 二、三十年那些不妥協的反核 德國政府和德國議會 不會反映得那麼徹底的 因為有一班人已經做了 二、三十年的民眾教育 還有宣示給人看 這件事是不可以妥協的 出了意外就沒得救了 香港反核都20年了 但是香港反核 除了當年一百萬人簽名之後 跟著那些遊行示威 小貓三、四隻 所以無論是大的議題 或者是小的議題 那個黨或者某一個政治團體 它有一個強烈的信念 或者是一個理論的論述 它覺得是適合的 然後就一直不妥協地做下去 這種是在歐洲觀察到的一些抗爭成功的地方 不需要懼怕失敗 也不需要懼怕民眾不理解 你說那個抗爭運動或者不妥協運動 其實在這個非直化過程裡面 就是由這個20世紀到21世紀 其實過去那一百年 在很多地區 在很多的州 其實都出現的 其實這些概念 這些方法 其實不是什麼新的東西 是那個態度的問題 就是你看到印度也好 我們經常講這個甘地 你說這個南非也好 就是很多這些所謂的非直化過程裡面 或者爭取這個種族平等的運動裡面 其實這些不合作 或者透過社會運動 用一些激烈的手段 去衝擊那個管治階層 其實證明是成功的 證明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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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能夠每次都拘捕這麼多人 和那個社會選擇很大 最終它會開始思考 或者開始反省 一路這樣鎮壓下去 一路這樣拘捕 那些人是沒有用的 不如由政府那邊妥協 就是民眾那邊妥協 其實它的不合作運動 或者抗爭運動 它背後有一些政治理念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政治理念 或者那個觀念就是 透過不合作 透過抗爭 是直接影響你的經濟 這個是最痛的 因為你政府是由那些既得利益集團去操控的 他們作為政府拿了那個控制權之後 很多時候就是透過控制權拿經濟利益 譬如香港地產霸權很明顯 你的樓價上升 投資很好的回報 但是當你一影響它的經濟的時候 譬如很簡單 你塞它兩個鐘頭車 那個經濟損耗其實很大的 一方面經濟損耗 另外一方面 即使它不是官商勾結的政府 好像法國 德國那些 或者北歐的政府 或者荷蘭那樣 在搗截了交通 或者妨礙了日常的經濟活動 或者公共秩序之後 其實一方面政府是受到壓力 商界要停 另外其實它給民眾一個停止活動的機會 好像是思想放假 或者平時的壓力狀態之下放假 在那一刻它會開始想 究竟這幫人在搞什麼 開始可能會很反感 但如果它失路 失一個小時它會反感 但它失六個小時 或者失一日 它開始思考這幫人究竟要求什麼 它有些事情合不合理 而且那時候不用上班 又罷課罷市 或者被迫罷課罷市 然後就有一個思考放假期 那一刻其實就是社會思想革新的時期 那一刻可能開始有很少的人 理解到這些抗爭 所謂激進分子在想什麼 但經常發生這些事情 慢慢它會思考 可能他們有些道理 或者可能有些事情我們做得很傻 應該要改 那這一刻 所以這種阻折狀態 其實是一個現代社會 一個革新的很寶貴的狀態 那些人不應該視之為是好選 其實是一個革新 或者給你一個思考的機會 你平時上班、下班、開店、散店 其實是你沒有辦法知道 社會有一些不公義的事情 或者一些很愚蠢的事情進行 但一下子失一失你 或者一下子停你半天 你一個機會想想 其實我過去很多錢可能不見了 很多東西很辛苦賺賺賣賣賣 可能不知道被誰掠掉 然後他開始思考 社會開始慢慢改變 那一刻其實是 你看起來好像是反生產力 但實際上它是令到生產力是非弱的 故此不可以視之為是好選 當然很多人是很傻的 以為停了半天便沒有公開 但他不知道你休息了半天 讓你想一想 改一改 以後開工的錢 袋落袋 不是被人掠掉的 那是思想的釋放 自由的釋放 這是叫自由 自由不是死做難做 不是說現況不斷地維持 在不斷地向前衝 開行馬力之下 改一點方向再去 不是的 有時自由是要放慢速度 甚至是停 但為什麽剛才這些所謂的抗爭運動 六、三十年代有省港澳大罷工 由左派工會領導 六十年代有左派領導的反英抗暴 文革的影響 但是七十年代 轉眼到現在四十年 這四十年裏面 香港所謂的民主運動 所謂的社會運動 完全沒有抗爭運動的色彩 原因是很大部份 因為八十年代後期主權移交的議程 將整個本土和殖民者的對立 變成一個本土殖民者 再加一個大的中國主權 這個中國主權是極之曖昧和麻煩的 因為你本土人對殖民者 就是一個無權者對有權者 很簡單 你打他就給你 你不給你就繼續打他 但你對於中國來說 對於一個主權 你打倒殖民者 其實也不是打倒殖民者 所以主動是交回主權給中國 交回中國之後 麻煩的地方就是 你不能夠很清楚地分辨 中國利益和香港本土利益在哪裡 那個界線在哪裡 而經常都想著 有些時候 因為香港要借助大陸的生意 或者借助大陸的貿易關係 或者經濟聯繫的關係 所以香港可以在此謀生 故知不適而極力極大力 刺激這個所謂的北京政府 另外一邊想想想 如果香港的民主進步太快 會刺激到內地的民主的演進 然後令到中共難以執政 中共難以應付這麼多的社會需求 所以變成在本土利益和中國的利益 跟著就是本土民主和中國民主之間 是有很多衝突 很多東西是令到 原本是只要拿著一個滿腔熱線的中國意識 來打殖民政府就能打贏了 他要退步的 他要退揚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頂得住 在這麼多非直化的運動之下 但當殖民政府已經把主權限定 97年移交給中國之後 以前的秉持著中國意識 來打殖民者的習慣就沒有了 或者效用就沒有了 你現在是拿著中國意識 又拿著本土的民主意識 或者本土的激政利益 來打和中國主權交涉的時候 中間就變成了一定要計算 一定要有很多很麻煩的交易 譬如你看到民主黨在政改的時候 投共的傾向就是一種政治交易 他就是搞不清楚 本土民主和中國的民主進步 接軌的地方在哪裡 微調的地方在哪裡 他們由於有這種心態 他就覺得 投共或者是 將雙普選然後合乎 當時合乎現在的利益計算 他們不知道 其實香港可以全權維護本土意識 只需要國防衛交給中共就算了 其實剛才你的分析 我覺得加多一點 他們最後的決定和投共 就是自己的利益 凌駕本土利益 這是最後的判斷 就是他們 接著就論述性扭曲到一人兩票 這個是整體利益的增加 對 如果以歐洲的政治理論來講 你和一個敵人打 以前是民主派 或者港同盟 什麼都好 和一個殖民者打 那個殖民者是一個政治代理 你和他打 你就很無意識之下 你就沾染了政治代理那種意識 所以本身成為政治代理 故此只是考慮自己的私利 至於本土人的功利 整個香港的利益所在 他就是不會考慮 因為他在和這個殖民政府交涉 三四十年之後 或者是互相是你推我讓之後 其實是襲染了一種 殖民者政治代理那種性格 這種性格會帶去回歸之後 故此其實應該要政黨更新的 就是在1997年之後 其實是要政黨換血和更新的 你看到新出來的政黨 比如說社民連 或者是現在的人民力量 有了政黨更新之後 甚至是公民黨也好 他有了政黨更新之後 他的做法是和民主黨那批 由三四十年前 港同盟那個年代過來的 那個心態是不同的 但是他的問題就是 由於他們是一班政治買板 他就坐在一個位置不走 人家說萬年國會 所以他是萬年二元 不會給一些新血 或者給一些新生代 用一個新的本土意識的方法 而不是再是一種 以前和殖民者交涉 那種代理人意識 或者那種中國 大中國一統的意識 就是為了中國的民主 其實可以犧牲香港少少的 或者為了整個中國的 全盤價考慮 香港應該和他接軌 即使是食底也好 都接軌 那種奉獻犧牲的精神 剛才你講開那個香港本土意識 或者本土的政治發展 就當和這個中國大陸 一拉上關係的時候 即我想香港人 甚至是香港的政治領袖 不少人都有一種的感覺 就是那個大勢太過懸殊 那你變成了 譬如就算你和英國 前殖民地政府那個交涉 因為非殖化過程 全世界的地區 你一個小島 少於香港 只是香港十分之一人口的地方 都最後能夠成功爭取獨立 因為你和他那個 就是宗主角太遠的地區 和你那個在本土 和這個英國人 那個相對比例 英國人是少數人 你除了一些軍事的力量 變成你那個本土的力量 是凌駕那個宗主角的力量 但是在香港的特殊情況 就是有時候 特別在這個主權回歸期間 很多人說 你怎麼可以不讓香港回歸中國 去山水河 你香港人都死了 是吧 他不問你下來給你吃 你香港都死了 所以那個強弱懸殊的地位 是導致到香港本土意識 那個的發展 是受到很大的阻礙和窒息 這個是要轉型的 就是說 香港那七八萬人 面對著十三億人 好像是強弱懸殊 但是其實在政治抗爭裏面 你看到其實是 你只不過是 一群很有意識和很有組織的人 和一群十三億的鬆散的人 而這群十三億的人 其實是由共產黨代理著 甚至是壟斷了他們的政治力量 故此其實是香港對一個共產黨 而不是香港對十三億人 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發覺是有得玩的 另外就是 在納瓶、游說運動 或者各種政治交涉裏面 其實未必是大多數人贏的 而通常贏的是一個極之團結 和激烈的少數人 即我們叫做Critical Minority 即是很關鍵性的少數人 譬如香港只要不需要七百萬人 同情本土意識 只要有一百萬人同情本土意識 也很激烈的要求這件事 這樣的時候中共它就 你要籠絡著香港 不可以搞亂香港的時候 這麼多人這麼激烈的時候 它唯有妥協 剛才你說過激烈少數的問題 跟這個愛爾蘭 這個天主教徒 那個情況會不會有點相似呢 差不多 是吧 即是你整個大英帝國 整個英文三島 最後都要接受 那幫人就是經常搞你 經常不妥協 經常跟你鬥 經常跟你鬥 拿幾支土槍跟你打 每次都死人 但是你沒有犯人 他那個運動很厲害 整個愛爾蘭共和軍 跟你拼命 即是他不但在愛爾蘭跟你打 他直接來到倫敦放炸彈 是吧 即是他在你英國自己的核心 製造這個恐怖的運動 他變成算數了 即所謂的怕了你們 怕了你們這麼少數的人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相反來說 你看回大陸 十三億人 好像很多人 為什麼一個小的共產黨 七千萬黨員 實際上中央政治局 只有幾十人 為什麼可以統治到這麼多人 因為利益很集中 他們的手段很強橫 很殘酷 那你跟香港 或者跟其他地方的鬥爭 其實共產黨 都是一個革命的鬥爭黨 他的手段是極之橫蠻和殘酷的 就是震懾式的行動 其實他是跟一個激烈的民運一樣 那你為什麼 你這樣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沒有啊 大家都去激進黨 大家都去搞革命 即是你說要香港搞革命 即是香港人那種 一聽這個 不要說革命這個字 你記得五區公投的時候 我們只是說起義 現在嚇倒了 即是哇 即是傳媒已經當你十我不赦 我想你還說解放 你不要說起義 其實沒事的 香港是不用流血 不用用暴力抗爭 因為香港是一個金融社會 金融社會那個秩序的要求 是很嚴謹的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脆弱的社會 稍微停一停它 稍微多些人集會 或者是集會員不走 在廣場不走 而不是在政府總部 而是一個廣場 或者在一些鬧市那裏 幾萬人不走 很多記者來 那次那個金融 股市全部都會動的 那些人會想事情 會有各種的交易 賣空賣空 那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香港是不需要很激烈的流血抗爭 只要是很堅持著自己要某些事情 你不讓我就在那裏坐到底 講回那個和平抗爭的手段 你看回過去幾十年來 就是我們就算在社民聯絡 我們都多次提這個金地 這個馬丁路德金 其實你看回這個非直化過程 或者是在這個美國本土 一個這麼自由民主 所謂的自由民主 有這個憲法保護 這個人權的一個國家 這個少數族裔 或者是否一些獨特的社群 去爭取這個自己本身的權益 其實都要經過一個很漫長的抗爭道路 是啊 抗爭道路 你看黑人的民權運動 都是明明是美國憲法給他們的權利 但是你不爭就不會沒有了 因為傳統習俗上是白人 是領導主的社會 跟香港一樣的一國兩制原本是給了你香港的 就是港人治港的雙普孫都給了你 你不生就沒有了 但是你看回就算在美國 馬丁路德金當時所謂的爭取黑團運動 和這個印度金地 那個所謂非暴力的抗爭運動 他們兩個這個領袖 都是提倡所謂和平的 但是在同一時期 都有些激烈 和這個恐怖主義式的小眾的抗爭運動 同期 同期推動的 避免不了 同期推動的 是不是 譬如你馬丁路德金領導的運動 同時有一班 譬如這個Malcolm X 或者是這個當時的黑炮 也都是用這個消貨倉 弄炸彈 暗殺 同時推動的 那你令到你美國政府 一方面要應付一個 精神領袖 用和平的手段 同時你要應付一個小撮很激進 就是破壞你的 正如你所說 破壞你的經濟秩序 破壞你的社會穩定 就是這些激進的行為 也都令到你政府很頭痛 所以你那個抗爭運動 就是不妥協的 不合作的抗爭運動 你把某一個理念帶了出來 而這個理念怎樣實踐呢 就是和平呢 還是用激進 甚至是血腥的方法呢 你的政府控制不了 但是香港過去三十年 是一看法 就是好像壟斷了一種而已 和平理性非暴力 其實和平理性已經夠了 暴不暴力 但是你看看香港過去二十多年 所謂的社會運動 所謂的 不要說抗爭的社會 那個政治運動 完全沒有一些新的建議 較為一些激進的思想 去刺激這個管治階層 去接受群眾的意見 過去二十幾三十年 沒有的 因為我剛才講過 以前的殖民政府 它基本是一個 它是要和本土利益妥協的政府 而且它也要透過照顧本土利益 才可以達到反共或者抗衡中共 那個冷戰的要求 你香港回應 九七之後不是這樣 九七之後你是要爭到底 整個政府怕你 不要再 但是九七之後這十幾年 在這兩年 我們開始出來帶領 就有一點點改變了 但是頭那十年 都完全沒有任何新的 都是演練以前那套 以前那套 總之人數越來越多 但是都是和平散去 究竟是傳統的殖民地的教育成功 還是經濟得益的回報 令到那些人不願意去參與 或者去帶動一些所謂的經濟性的運動 政治抗爭那種慣性沒有改 以為那種東西還是有效 五萬人上街不行 就是五十萬 但是這次二十二萬人上街 都是不行的 它都是拖你 都是要推 你怎麼辦呢 那種政治抗爭那種模式 那種慣性是要改的 另外是 是不是真的現在的人得益呢 其實未必是 而且可能現在的人很蠢 也不一定 比如說 與其用一個私人的方法 來解決住屋問題 比如一個人要買樓 供四十年 如果一大群人抗爭 說我要復建居屋 或者我要將公屋的資產 或者收入的限制放大 它很可能是 一萬人抗爭一年 可以抵抗它四十年的青春 政府給公屋的寬限放大 可能一下子搞定住屋的問題 但是那些人是很蠢的 他想著 我不如跟離產商買樓 然後又買了發水樓 又給銀行食息 好像很穩陣 簽了一些藥 但是其實不見了四十年青春 你用一萬人 可能真的一萬人就可以了 年不年在這裡搞 它是要給你的 這些就是蠢 好 這些抗爭的手段 怎樣自教聰明 這樣幫市民 或者幫社群拿到利益呢 我們下次回來 跟老師再研究 好